參加新世界發展2024財政年度的全年移植 即時網上新聞發佈會 我是投資者關係主管Patrick John 是今日這場會議的主持人 首先等我介紹出席會議的管理層 包括新世界發展非執行副主席鄭志剛博士 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馬紹祥先生 新世界發展新世界中國行政總裁黃少美女士 新世界發展首席財務總監劉富強先生 如果有任何問題 各位都可以打在webcast裡面的check box 我會讀出記者的提問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Adrian 好 各位傳媒的朋友 有關2024年的財年的業績 其實我想跟大家澄清一點 大家不要誤會我們虧了200億現金 因為坊間有很多人在混淆時停 其實主要原因在上半年的財年 我們出售了新創建的83億非現金的虧損 另外還有92億在物業非現金的減值和撥備 如果計算核心經營的利潤 我們仍有69億 其實只是跌了18% 詳細稍後我會交代給Eric說的 我想用少許的時間 交代本人在下一個階段的動向 首先我很感謝各位傳媒的朋友 在過去十幾年裏面對新世界的支持 新世界可以這樣十幾年裏面去撮撞成長 都是有賴於各位傳媒的支持的 我在2007年加入新世界發展 出任了聯席總經理 後來獲委任為執行副主席和行政總裁 一直跟公司上下合作無價 以及很多團隊一起推人很多新的改革 例如行政管理、品牌建立、產品的優化、科技的創新等方面 都取得長足的發展 有賴是因為團隊的卓越思維和不下的努力 我們都創造了很多人有我優 人無我優的項目和產品 例如Pavilion Collection 住宅系列 六個項目共創了差不多1000億港元的合同銷售 當中拍奧莊開賣的時候 更成為97年後新的票王 而最近期的柏惠森也創下啟得跑到近三年銷量的新高 至於另一個團隊 K11的團隊也創立了K11這個品牌 亦都在不斷創新 發展出獨有的文化的商圈模式 而人生是應該不斷去學習的 去盡自己所長 我亦都很感謝特區政府的信任 先後委任我做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 金融發展局董事會成員 以及香港財富傳承學院的主席 經過很長的深思熟慮 我決定在人生下一個階段 投放更多時間在社會公職 為香港和祖國發揮更大的貢獻 因此在幾個星期前 我亦都主動辭任了執行副主席 和行政總裁的職位 我亦都非常高興 我的父親鄭嘉順博士 亦都十分尊重和支持我這個決定 我和新的CEO馬兆祥先生 認識多年亦都合作無間 同時我將擔任非執行副主席 繼續為K11的商業策略出一分零 我亦都值這個機會 感謝集團上下一席 對我的支持和外護 再一次多謝傳媒十幾年裏面的支持 祝大家生活愉快 多謝各位